學生上汲程 婦難易設計 如果這個是我們的 Primetrization 就是它的參數 如果是它的話,那我們就在想說當初老師在定義這個primetrization的時候 當初在講這個differential的時候,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記起來 老師在講這個第三個條件的時候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如果我在考慮這個 那當然我這個Q是在U的意思 這是一個open set 那當初呢 有問題嗎 好,我們當初就想說從這裡呢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指說如果這個這一面 這個是在我們的r2裡面的一個部分 好,這是我們的surface 好,那這有什麼不同呢? 就比如說這是我的U 好,那當初我們說這個differential of x 的意思呢 就是指說你在這上面 如果你給了一點Q點 好,一個Q點 Q點 然後呢,我就提出我考慮這個Q點上面 這個vector是W 好,那當我這樣子考慮它differential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一旦我有這個Q點 有這個vector 我已經可以找到一個 也就是α 好,這個α 好,這個α是從哪裡呢? 這個α呢 當然是說一個interval到這個裡面 比如說我們叫r2好了 那這個interval你當然也可以取說 我可以取很小喔 我given ifsone這樣子 好,就是ifsone當然是帶來0的 好,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那你given這個alpha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讓這個alpha呢 它的initial是等於這個Q點 好,那alpha'0呢 就是這個W這個vector 這個意思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去考慮這個differential 這個 如果你去考慮這個w 這個的意思是什麼? 這個的意思就是指說 你把這樣的一個mapping 有一個dx 你把這個dxcomposive 這個alpha呢 這個curve呢 你把它map過來 然後呢 使得什麼呢? 使得說 你的這個點 比如說這個是我的p點的話 就是我的 我的這個x 就是xq 那你如果更清楚就可以說 這是x的alpha 然後t等於0的那個點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在討論說 這個differential 這個w 這個vector 在這裡的時候 是代表說 你會有一個curve 這個curve呢 不是唯一的 你也可以另外一個curve 我們已經討論過 它有另外一個curve 所以就是說 我們在賽唐2講到說 我們想要看說 像這樣的一個set 又想去跟這邊的一個set 什麼set呢? 如果這裡有一個set 就是說 tx 好 我只在這裡好了 好 這個是我們的tangent prime 這個set 這個set就是指說什麼呢? 就代表說 我在這裡呢 一定會有這個 比如說這是v的話 這裡是p 然後 這是我的beta 0 然後我的beta' 會等於它 這時候的beta是什麼呢? 就是從這個 也是一個很小的interval 到我的x上面來 好 那這時候 這個 我們collect這樣的一個v 就是我們的一個tangent vector 好 所以上一堂課老師就說 我們希望去看 這兩個事情其實是一樣的 只要這個x是 這個service的polarization的話 我們這樣setting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上一堂課就有證明到說 如果你從這個方向 那你從這個方向最快的方法就是說 因為這是一個plan 所以你最快的方法 你就取說 我的alpha 比如說我就取 alpha 到這個 這個 r2 比如說我就alpha 就取 經過q點 然後線性的 這樣的一個部分 好 那我只是說 我可能把q點寫成 u0 比如說我這邊 如果是這個 x uv的話 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 那當然 我就取說 比如說我的q點是 是u0 v0的話 好 那 所以 我這裡當然就可以寫成 好像是u0 加上t的u v0 加上t的v 好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 如果我去考慮在這裡的東西 會在這裡面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考慮這個 當然這裡 老師上一堂課已經寫過了 就是說 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 如果我考慮這個 w在這裡的話 也就是我去看這個d xq w是什麼意思呢 那就按照我剛剛說的 再回到原來的regular service 你說這個w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指你一定要有一個alpha 使得這個事情發生 然後呢 你把它 你的differential就是把這個 把它送過來 這個意思有經過這樣的一個部分 有經過這個x 把alpha送過來這個部分 好 這個是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就是d dt 這個x composite 這個alpha 過來的 好 所以這個 就是這個curve 它在 我們的 service上面 在t等於0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從這個q 點上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就是一個x composite 你把它送過來的一個 在0點的這個部分 的微分 所以它就是 這個是屬於在sphere上面 所以它當然是在這個上面的 好 所以你就證明了這個方向這裡 到這裡 來 好 同樣的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 考慮handling beta的話 只要你告訴我說 喔 我現在是考慮 v在這上面 好 那意思就是指說 我這些v有沒有可能就是 就是 就是這些 任意的這樣過來的那些東西 所以你知道說 如果在這裡面 by definition 你知道一定會有一個beta 使得它在這上面 beta0 要等於p v beta0 要等於我們的v 來 那因為你也知道 我的x是什麼 是它的farmacization 所以 我可以去看一下說 我把這個送回去怎麼樣 我這個送回去會是怎麼樣 或者是說 我可以更大膽的說 我來看這個 composive 這個x inverse beta 好 你知道我的右手邊應該是beta 因為是一個composive 這個這個 會等於beta 好 那如果我在這裡 做這個微分的話 在t等於0的地方 這邊你知道是v 那你仔細看這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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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邊 它是不是就是你的dx 嗯 老師忘記我要寫別的顏色 不能寫紅色 這個 這個是不是就是你的dx cube 然後這個是什麼 你把這個beta送回去嘛 所以其實這邊就是你送回去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alpha 在哪裡0那個地方 所以這裡就是你在r2上面的vector 來 好 所以當然你的v就是在這個裡面 ok 這樣可以嗎 就是有關上一堂課的證明的部分 老師在 讓你看一下其實這兩個 好像definition是不一樣 其實你是可以 慢慢的這樣看過來 其實是一樣的 好 然後我們就有兩個note 好 就說 這個note是說 第一個呢 就是in fact 我們找的這個tps呢 它是一個vifer space 好 第二個呢是 就是 其實 只要是它是vector space 它就會有basis 那我們知道說 這個tps呢 它是會 這個space呢 它可以span my 這兩個 好 就是xu 對 u的時候 x 對 v的時候 好 那也許呢 之後我們會寫更簡潔一點 我們會把它寫成 這個就把它寫成說 by x u x v 好 那也許在更後面的時候 老師這個箭頭也都會沒有寫了 因為我們後來就比較少會需要用到coordinates 所以可能那時候老師這個也會少掉 因為我們現在還是常常會秀出它的coordinates在這裡嘛 所以為了讓你看出這個郵件頭跟沒錯就不一樣 所以老師會記得 可是現在如果說 我以後如果沒有有時候可能就會省略了 好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就這樣我們來正上一次留給你們的 有沒有做了 就是說 tangent space呢 如果這個surface呢 它是由一個differentiable的function 它的 它又有一個regular value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看一下 它的tangent space會是什麼 好 好 好 有沒有問題 可以嗎 好 我們上次說 就是說 如果呢 我們的 有一個f呢 是一個differentiable function 好 當老師在寫這樣的differentiable function的時候 然後 如果我的domain是service的時候 不曉得你有沒有想起來 那時候怎麼定的 好 有想起來嗎 好 好 好嗎 本來應該要說 如果這是s的話 那你要把s上面所有的pronometrization 跟它composite differentiable 但是老師就教了一個很好的 叫我們有一個change coordinates 所以我們有一個很好differentiable的transformation 所以事實上我們只會找到一個就可以了 好 有沒有想起來 好 所以有時候你看我說 讀數學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就是 你常常會在這樣的文字上 你可以聯想到很多事情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喔 沒有 太困難 好 對 好 我知道好像 很多人不喜歡集合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 如果是differentiable function 然後我們說如果這個a呢 是一個 喔 如果是 我要b 不不起 b b b the regular value of f 好 那如果說這個s呢 所以這個s我們如果是這樣過來的 我們就知道這個s一定是一個 所以 will s equal to denote 好了 set set s equal to 這個 s is a regular service 所以老師又說了 欸 這個是一個proposition 你記得怎麼這麼 有沒有想起來 所以你看很好啊 你又不小心就 2-2-2-3都是複習 對不對 只是一個proposition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證明說 折呢 這個tps呢 我們要puff 這個會等於kernel of dfp 這個是differential 這個function呢 從這個 因為是r3到r3 所以是r3 到r 好 好 那事實上其實這裡應該是寫說 也許老師應該寫是一個open set u 我想老師禮拜二的時候應該是寫一個u在這裡面 欸 對吧 嗯 好 那我們就要來證明這個事情 就是說 是不是這個 這個tangent vector 讓tangent vector 由這樣子的differential f的這個regular 產生出來這樣的surface呢 它的tangent vector 是不是就是它的kernel 好 那我們看一下 然後我們就看如果說我現在就考慮這個就是這個方向好了 好 這個方向如果v是在這個上面 好 recall一下剛剛老師前幾分鐘才講過 你就知道說這樣的意思代表你會找到一個regularcurve i在sub上面 所以你一定會找到一個alpha 從這裡到s 好這個interval老師說了其實你可以取一個很小沒關係 或你寫一個i 我是同意你的 ok 好 然後 alpha0會等於p alpha prime呢 就是等於我們這個v 這是 只要它是tangent vector 你一定知道你可以做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看一下就是 怎麼找它的這個事情 好 那我們先回來看這邊 他說如果a是它的regular value 好 那它的inversea就是我們的surface 那這個意思就是代表說 這樣說的話 因為這個alpha是在這上面的 那這麼說的話 就是f的alpha t 好 一定都會等於說 constant就是a oo t 因為這是在 在s上面 因為 因為 s是從這樣過來的 好 好 沒問題喔 好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d f v呢 p的 v會變成什麼 好 那這個就是又是diffential的意思 又是diffential的意思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這個會是什麼呢 你就會可以寫成是 d dt f composite alpha t t 等於0的時候 來 因為我們在p這個點 所以是在等於0t等於0的時候做的 好 那你再仔細看一下這個是d dt 這個是f的alpha of t t等於0 好 可是因為這裡呢 這裡我們知道它只要是在alpha上面的point 它都到a上面 所以它diffential一定等於0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這個v果然是在kernel of dfp 好 沒問題吧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假設這是這樣子 那當然一定有很多種方法可以證 不會只有一種 你當然可以說 喔我在這裡找 然後我怎麼樣讓它變成它這個vector 可是如果我們從線性帶出來看好了 好不好 從dimension來看 這個kernel of這個function 因為它有regular value 所以它的image dimension會多少 0 1 0 1 1 dimension 所以代表它的kernel會dimension多少 所以這個的dimension 它會 2 right 對齁 好 那這個的dimension呢 它spend by su 跟sv 所以它dimension也是2 OK 那我們剛剛才證過一個 對所有的2dimension的東西 它一定要在這個2dimension裡面 所以他們兩個一定要 線性帶出5個數理 一定要一樣 OK 好 這是一個證法 好 那當然還有其他證法 歡迎可以自己想 OK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好 那有了這個proproducing 一定會很迫不及待 想說 看起來挺好用的 對不對 我們今天有講過一個differential的 然後另一個這個 那我們就想說 我們最喜歡的sphere 我們來看看sphere 可不可以來用看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example 好 這example是這樣子 如果老師考慮這個是一個sphere 好 那因為以前老師說過 如果我都沒有寫的話 就是代表它是半徑為1的 好 那現在老師就讓中心點是c好了 半徑為1 就半徑為1沒關係 好 還是你們半徑喜歡多一點 蛤 家綺喜歡多一點嗎 好 好 那我們如果是多一點好了 就這個 好 那就是p等於有一個point在這上面 然後如果這是這樣的話 就是p減掉c的square要等於 square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sphere 如果這個時候 我們就看一下 如何去找它的這個px 你們覺得如何找呢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看說 OK 我就考慮這個f呢是這樣 好 那就是你讓f喔 p這個函數 可以寫成p減c的平方 right 所以你就很清楚看到說 這個f的inverse r square 就是會等於我們的xc2r 對吧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來看這個的話 那如果你知道是這樣的話 所以你就知道說 所以tpxc square這個sphere呢 好 這個我去寫一下 這是sphere with center with radius 然後sphere c 好 好 那我們就知道說 如果把你這個 我們就知道我們要去算誰 它會等於kernel of dfp 就是去算這個 所以我們就來看它的kernel 那也就是說我們去看dfp會等於 vector會等於0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 對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